各位好,今天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个语音识别加字幕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现在做YouTube视频 经常需要往视频里面加字幕 但是加字幕的时候,我们经常需要敲字 或者说用国内的一些平台来做字幕的识别 在国内有一些 同时现在在国外也有一些这种平台 能够提供这种语音识别加字幕的这种功能 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国外的使用这个语音识别功能的这种平台 这个平台呢,就是Google 就是我们的谷歌平台 它有一个前端的一个客户端软件 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的软件 把我们的视频文件来上传到谷歌的语音识别平台里面去 它能够做这个语音识别了 并且能够自动生成字幕 准确率呢,还是非常高的 好,那下面呢,咱们就开始 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语音识别这个软件的 它的这个下载的链接,这个网站 这个链接呢,我会在本期视频的下方的描述区里边 把这个网站给它粘贴过去 大家呢,就可以来使用了 这个语音识别的这个软件呢 它是叫Pan Transcriber 就是这个名字 大家呢,记住就好 然后呢,它这个呢,是有很多的版本 大家也都看到了 它有Linux的版本 有Mac的版本 还有Windows的版本 等等 好,因为我现在这个电脑呢,用的是Windows 那么我就下载这个Windows的版本 我直接点击下载 好,它正在下载 这个软件不是很大 也就是45兆左右 好,现在呢 这个Py Transcriber 这个软件 我已经下载到了我的本地电脑上了 下面呢,我来安装它 双击它进行安装 好,然后选择试 选择接受 选择下一步 选择这个在桌面上建立图标 点击下一步 点击安装 它这个安装还是比较快的 因为软件比较小 好,现在安装完成 我们点击完成 它就会同时来启动这个软件 好 现在呢,这个软件已经起来了 后面这个黑屏呢 大家不用管它 把它缩小就可以 这个呢 就是这个软件的主界面了 下面呢 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语音识别 来生成字幕 首先呢 我们在使用这个软件之前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你们的网络一定要能够连接到这个谷歌系统 如果你不能访问谷歌网站的话 这个软件呢 是使用不了的 好,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使用一下这个软件 好,我现在呢 找一个视频文件 我先简单先介绍一下 这个软件呢 这个地方是选择一个文件 就是来导入一个视频 或者说是音频文件 都是可以的 在这里呢 我要提示大家一下 在这里呢 它是能够导入MP4格式的文件 就是视频文件 同时呢 它也能够使用MP3格式的音频文件 都是可以 如果说是MP4格式的视频文件呢 它会自动的把视频文件 先在系统里面转换成音频文件 然后再把这个音频文件 通过自动的语音识别 来最终的生成字幕文件 而且呢 它的这个生成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我们就点击这个选择文件 好 然后在我的桌面上呢 现在呢 我选择这个Win10激活 这个呢 是我以前发布过的一个视频文件 我们就选择它 然后点击打开 好 现在这个文件呢 已经选择了 下面呢 我们还要选择一下 它的输出的位置 就这个文件 我最终生成一个字幕文件以后 我导出到哪 导出到哪里去 现在呢 我默认 我就让它导出到这个 在桌面上 我这个软件名称的这个目录 下面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这有一个语音识别的语言 默认是英语 我现在呢 我要把它语音识别 让它识别成中文 所以说呢 我要选择这个简体中文 当然了 它还有其他的这个中文的语言 大家也都可以选择的 或者选择英文 也是可以的 我现在选择简体中文 好 选择完了以后 然后下面这个图标 因为它这个呢 是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显示器的 这个显示分辨率的这个原因 它不能够完整来显示 这个按钮上的这个字母 大家呢 就看一下 实际上就按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它就能够自动来进行生成了 好 那现在呢 我就点击它一下 好 它现在呢 已经开始了 第一步 因为我这传的是MP4格式 它第一步已经把这个视频文件 转成了音频文件了 现在呢 已经是第二步了 它把这个音频文件 正在转成字幕文件 速度非常快 好 已经完成了 好 这个呢 就是它转成的这个纯文本格式的 这么一个语音识别 最后生成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文件 我们要看它字幕文件在哪呢 是在我们桌面上 就刚才那个目录 我们找一下啊 这个目录 好 我们现在进行这个目录以后 在这里边就显示出来了 有一个这个是 瘟石激活的这个字幕的 SRT的文件 我们用文本来打开它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吧 它这个都是带时间圈的 这个一个字幕的文件 它这个语音识别 这个生成字幕的这个准确率 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 后续呢 大家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来生成你自己的视频文件的字幕文件 好 然后呢 生成的这个字幕文件呢 大家呢 就可以把它来导入到 你们这个YouTube视频里面去 或者说通过其他的一些软件 把这个字幕文件 直接嵌入到视频文件里面去 也是可以的 好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